農委会桃园区的农业改良厂 推出仙草新品 并且取名为桃园二号香滑 跟目前市面上的品种相比 桃园二号的香气更浓 可以多次采收 而且产量也比较高 传统的桃园一号 是领胶领域比较高 它比较适合做仙草洞 那我们这次的新产品 它崩溃是跟传统的仙草茶 崩溃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采用茶叶的自茶方式 去做出来的 它的香气是非常特别 我觉得这种市场上的结果 应该是相当高的 二号的话是我们最新研发的品种 那它的香气比桃园一号高 还要高很多的 然后它又属于半直立的这种猪型 它采收是在农民来讲 采收是非常方便的 目前台湾全年进口的仙草 约852公顿 可以制成仙草茶 仙草冻 仙草茶面 仙草麻吉 以及仙草鸡等等 为了应应民间广大的需求 认为会花了25年不间断持续研发 才推出桃园二号 就传统的这种采收 我们的试验的结果 它也会多高大概8%左右 那我们这个新式的更是比它高 因为它大概从采种之后 大概会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就可以开始采收第一次 一直采收到10月底 那总共大概可以制作4到6次 这个地方跑不掉 预期可能会以一斤来讲 目前的一般我们收的仙草干 那一斤大概是 零售价会在100到150 那我们如果仙草干 那收起来 我相信应该会有两三倍 多两三倍的价钱 以往熬煮仙草茶 需要耗费4到5个小时 但是桃园二号才有机栽种 仿茶叶的制作方式 透过这种新技术 仙草茶只需要冲泡5分钟 就可以饮用